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是一個特備節目來的 因為我們看到有一篇文章 其實說得很深入 非常之認真 我也想跟大家 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 就是 這個 中共搞的千人計劃 現在有一篇文章 叫做 實驗室內的政治陰影 被FBI瞄準的中國千人計劃 這篇是一端傳媒的特約文章 由一位 特約讚稿人 丁毓 在華盛頓寫的 那我就首先讀一讀他的文章 因為我覺得十分之深入 說得很好 說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也是提提大家 如果 如果大家看到我們的Facebook那裏 又彈出一些廣告 是建制派的 譬如說有些老千 或者叫人家 支持某些建制的 土共 或者政府的宣傳 那些東西 大家就不妨 按進去 因為原來每一次 他們就要付一次錢 希望他們就付多些錢 等於YouTube就收多些廣告費 多分給我們 好 我們現在讀一讀這篇文章 編者案 美國外交政策 稱 中美關係正在大脫歐 在貿易和供應鏈 金融與投資 科技與商業 文化與教育等領域 逐步剝離彼此之間的聯結 本文聚焦在中美大脫歐中的一環 由美國聯邦政府發起的 對中國資金和華裔學者的總清算 2020年5月11日 美國喬治亞州西北部法庭 華人科學家李曉光認罪 他承認在 參與中國千人計劃項目時 對美國政府隱瞞收入 被法院宣判虛假報稅罪名成立 獲一年緩刑 並支付約3.5萬美元的賠償 獲得滿城風雨的一宗案件 暫時有了定論 他幸好 因為現在告他 虛假報稅 不是說他對入境虛假陳述 如果他是受聘於 解放軍就可能要坐五年了 好了 據美國司法部公佈的訊息 2011年時任美國 埃默 李 大學 神經科學 是終身教授李曉光 入選中國千人計劃項目 在保留美國全職工作的同時 從2012年 至2018年 先後在中國科學院和基南大學任職 6年間 李曉光從中國獲得了至少50萬美元的收入 這也不錯啊 即是6年有50萬美元 五百中四十 即是四舊 6年就差不多了 卻從未向美國政府申報 千人計劃 是中國政府在2008年啟動海外人才引進計劃 通常有重金禮聘 入選者皆為結出的科學家 或是有諾貝爾獎得主 他端傳媒的不完全統計 在美國 因千人計劃而遭美國政府調查的科研人員有100餘人 指向龐大的調查初衷示威 防止中國勢力滲透 警惕技術與專利盜竊 防範國家安全風險 遭調查的 大多數是華裔或華人學者 而他們中 許多人最終沒有成為政治犯 是因為經濟或稅務問題被定罪 還有一部分人與工作機構私下達成協議 或對外界鑑口不提 內情成為迷脫 中美新冷戰 一說在兩國輿論中壓都頗有時長的 由於這篇文章是一幅廢文章 那麼我就沒有理由把他全部讀給大家聽 那麼就讀到他這段隱藏為止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 都是尊重知識產權 如果大家想看的就去端傳媒 端這裡就是訂閱他們 我其實想透過這篇文章 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 現在的中國 其實不單止是 現在的千人計劃 他在建國初期已經在搞這件事了 當時 就策動一些在海外的華人 回大陸報效祖國 因為當時 大陸是剛剛建國 百費待興 吸引了很多人 很多人才被騙了回大陸 在文化界的 科學界的 體育界的也有 香港 世界冠軍 乒乓球世界冠軍 容國團 就是受了中國共產黨感召 回大陸 誰知道最後 就被人迫害 在文革選的時候 受到很殘酷的對待 然後 還有 那些叫做錢三強 錢學森 這些是由美國 被他們騙回去大陸 幫中國製造了核彈 大量的科學家 大量的文化人 大量的 學者 被中國政府騙了回去 當然 現在大陸有錢了 他們 不再是用這個詐騙的方式 騙人回去 而是通過金錢 通過利益 甚至乎通過適有 他們派出大量的特工 去 接近這班人 去接近這些人 去將他們的統戰 統戰部就是做這些角色的 將他們吸收了進來 幫中國政府做間諜 得到他們需要的情報 或者他們的知識 在科學上 在科技 在生物科技 在電子科技 在各個領域上 當然國防科技也是他們重點偷竊對象 原因就是 他們用了很多這種華人 或者是華裔 對中國有一種 有一種特別的好感 或者是他們覺得 特別容易收買 而華人 一般來說都沒有甚麼人會拒絕中國政府 即使是在美國出生 我們會看到在美國出生的 這個叫做吳彥祖 竟然會為了 這個叫做中國病毒 就在 吊咬特朗普 但是對於香港人 是被警察 瘋狂的嘔打 他是沒有出過聲 今天還有這個叫MC Jean 這個愛國愛得不得了 他反美國黑暴 在這些黑人集會那裏就聲討美國 但是對於香港的 警察暴力 就一句聲也不出 一粒聲也不出 所以華人 這種血統是很特殊的民族來的 他們 是真的很容易買的 說一點點民族 主義情緒煽動一下他們 他們就即時上頭 我要幫 祖國效力 我要為祖國出力 所以呢 我嚴格來說 所有 在中國大陸出生 又或者華裔面孔 其實他們都是中國政府或者 中國特務 收編他們的其中一個 這個重要元素 就是這種人 他有一種基因 是特別容易攤著 攤著他那種民族情感 因為他自己覺得在外國生活 他覺得受人歧視 我是華人 我是受白人歧視 所以 我們一定要幫這個中國政府 所以就會幫他們去偷竊情報 偷竊的技術 偷疫苗 偷晶片 偷那些 所有中國政府需要的東西 所以 現在美國 大力去搞這些 這些 中國的科學家 或者中國的學者 這次 其中一個主角 李曉光 他很幸運 因為他只是用稅務問題 罰錢就算了 但是 究竟他偷了多少 這些美國的技術 幫助了中國政府做了多少壞事 例如人面識別技術 在新疆大行其道 跟著在中國 打壓那些政治犯 又或者 透過互聯網技術 中國政府發展金盾工程 監控中國大陸的訊息 監控中國人民 所有的反對聲音 你這些 你是在幫極權 添尊 你是在幫極權 你是在幫納粹政權 在屠殺人民 只是你沒有直接出手 所以這些人 美國政府 是要出手去抵制 甚至乎是要有一個很嚴厲的制裁 我們之前說過 有一個美國的 這個 上教級人物 他是一個軍醫 但是同時也是為解放軍收集情報 複製這個實驗室 以及裏面的相關技術 最後出境的時候 被美國政府拘捕了 然後他自己承認一切 那個就嚴重很多 因為他是隱瞞了他的身份 取得美國簽證 這些呢 是要判監幾年 要坐幾年監 那麼當然 美國政府 如果真是來了 李珍的話 真是對準這個千人計劃 尤其是FBI出手 又或者是真是去到中程高級數 對於這些人 是一定要 從嚴去處理的 因為他們 老實說 他們是 被人洗了腦 他們覺得現在為 祖國效力 是應該的 偷你們美國的東西是應該的 這種情況在美國是最容易發生的 甚至乎台灣也有很多的 因為被人多推銷 他們覺得他們 在做民族英雄 被人推銷那種民族情緒 那樣東西 美國佬是真的完全 不理解的 為甚麼 其實這個情況 跟共產黨為甚麼可以 在中國贏 是一樣 當年 中共為甚麼可以打贏 這個 這個叫做國民政府 打贏蔣介石呢 就是因為用間諜 他們的 共產主義思維的思潮 是影響了很多年青人一代 年青人覺得 我們要 無私奉獻 為這個 國家 為這個民族出力 而共產主義可以救我們的民族 大家都是無分彼此的 沒有階級 大家共享這個富貴 共產這個 財產 其實全部都是反人類 全部都是反人性 基本上完全都不是那回事 但是他們就偏偏 被那套 被那套就洗了腦 好了 每一個 那些叫做重要的年青人 例如這個 蔣介石的機要秘書陳鮑雷 他的女兒 就是 共產黨的間諜 被共產黨小孩吸收了 每一個蔣介石下的軍令 他也偷聽他老爸 跟蔣介石開完會談電話 每一個命令 他也知道清楚了 馬上通知了 馬上通知了在延安的老母 那麼到了這個 他們的軍令 他 這個老母收到消息 比當時的國軍更快 你想想 這樣就可以立即部署了 所以當時國軍打仗 會很不明白 為甚麼我們 每一個地方 共產黨 好像被我們事先知道那樣 為甚麼共產黨 八路軍或者解放軍 可以天兵天仗 從天而降 原因 因為他們的情報一早被人知道了 你怎麼會打贏這些仗 所以 共產黨的 打仗就是靠間諜 為什麼共產黨沒有辦法抗日 因為沒有辦法在日本人身邊安撮間諜 他沒有辦法洗日本人腦 只可以洗到中國人的腦 共產黨打贏國民黨就是用間諜 現在 在美國 搞那麼多東西 也是因為靠間諜 在美國大量的用華人科學家 利用他們那種民族情緒洗腦 使得他們覺得 為黨國效力 是在做民族英雄 這是最推銷他們 所以美國佬 一定要認清一點 才可以有效打擊 每一個人 要他們從事交代 究竟做過甚麼 甚至乎 我認為 不是用這個稅務那麼簡單 只是以間諜罪 去拘捕他們才可以 如果不是 美國就很危險 這個世界的人說 祖國強大就好了 如果祖國強大 欺負你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救到你 好了 這一節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在深日分析 我們會先學會那個人抓住的 我們會先學會 他們好像一開始 因為月日不斷